看一幅少年腹部全是彈孔 還有被煙頭燙過的痕跡數量上百 讓人看得頭皮發麻 手指還包著紗布幾乎體無完膚 他被囚禁了三個多月 天天被綁在椅子上 擋標板射擊甚至還慘遭電擊 就是感覺那個腳就是被狠尖的東西 然後一直貫穿到體內 少年被救出時 全身都是被煙頭嗶嗶蛋燙過的痕跡 右手中指被電擊失去知覺 右腳中間三指遭到截肢不良於行 離就是離生死的 邊緣就是有點 就是他電我的時候 就是我感覺就是 他要的手段就是很殘忍 然後會把我電死的那種人 痛下毒手的是他的老闆 去年少年透過人力仲介 跟著嫌犯到桃園學做彰晃鐵工 因為被科扣薪水想離職 引發吸毒的嫌犯不滿 1月份與同事被嫌犯囚禁這彰晃 3月底同學軟體向朋友求救 隔天警方前去救人不成 晚間反被嫌犯押往桃園 4月初時呢 終於在桃園獲救 被囚禁了3個多月 5月4號警方採到彰晃 逮到主賢及同夥兩人 17歲少年沒有念完高中就北上工作 沒想到遇上二老闆 傷痕累累不說 還留下一輩子難以抹滅的陰影 現在嫌犯及兩名共犯 被抓一殺人未稅 重傷害等罪送辦 也全數羈押獲准 希望還給少年一個公道 記者 陳生緯 林瑋志 李雲傑 彰化 相報導